花旗多茶 按照答完成 恭喜答对 戴上感应手环 小学生在平板上答题 进行自然课闯关活动 答对或答错立刻揭晓 桃园大西区中兴国小 跳脱传统写册验证方式 改用穿戴式互动体验 在游戏中了解孩子的学习成果 闯关完之后 他们就马上可以知道 这整班学生的表现状况 或者那个孩子 他在哪几题是答对的 哪几题是必须要再加强的 还有这个学生透过AR扩增实境 介绍家乡生活达人的影片内容 其实是学长姐到校外拍摄访问 剪辑而成的杰作 也作为学弟妹社会领域里 我的家乡的补充教材 而学生学习的反应也相当不错 一般在教室上课是用 就是做着的 没有亲自体验 喜欢这样上课的方式吗 喜欢啊 喜欢啊 去到户外啊 怎么说 可以到户外就是看一些影片 就不会说只是上课再听一听 让我们自己去亲身学习看看 在学校操场上吃草的羊儿 是学生们的最爱 透过校园环境的VR虚拟实境体验 也能看到可爱的羊 今年来桃园市致力推动智慧学校数位学堂 就算是全校只有131人的偏远小学 通过科技教学也能开创一个不一样的教育新局面 记者综合报导